这条南北向的大江明清渡江 江水轩藤 江面扩达二十丈 相传道教上古先人曾在此城一夜轻尾在人渡江 年清风和尚的直线东行 让江湖人士摸准了大致路径 早早就有一堆看客在此等候 原本临散而战 后来不由自主就汇聚在一起 尾时是忌惮那僧人的势如破竹 生怕给无辜撞杀 觉得一伙人扎堆 活命的机会要大一些 就算真倒霉到踩在了那条直线 也是大家一起死 黄泉路上好作伴 于是五六十人抱团聚集 鱼龙混杂 有成名已久的江湖豪客 有藏头缩尾的绿林好汉 有才入江湖的无名小卒 有中人之姿便已让人很是垂涎的年轻女侠 几对夙愿仇敌 这惠儿也顾不得拔刀相向 可都暗中提防 几位吃香的女侠 要么是笑脸凑到声名鼎盛的豪侠那边献媚 要么是冷着脸被多为江湖儿郎殷勤搭讪 在当下这个拎砖头打过巷战就敢自称武林中人的江湖 万里黄河与泥沙俱下 总不能奢望谁都是李纯刚邓泰阿那般潇洒不羁的大才 前些年就有一位口碑不俗的年轻俊艳 扬言要仿照古人做出近四亿纬渡江的壮举 还真给他做成了 当时赢得无数喝彩 可怜没几天就给江湖同行揭穿 说之所以能踩水漂过江 是前一夜在江面几尺之下悬了一条铁链 只得灰溜溜退饮江湖 这家伙别说临近二品的轻功修为 三品都欠奉 而江湖的精彩就在这里 你永远猜想不到某位货真价实的天才会做出何等壮举 也永远料不准下一个可以佐久下菜的大笑话式何等滑稽 已经闯下滔天凶名的年轻僧人一个骤然停顿 就让那些以为这个无用和尚会尽职过江的看客心头一颤 只怕他会像个行人 见着一个碍眼以穴 就要伸出一脚碾死他们那一窝蝼蚁 不过接下来一幕让众人如释重负还不止 更有莫大的意外惊喜 只见僧人面对的轻度江对岸来了一席陌生白衣 视线模糊 雌雄莫辩 只见一脚跨江 恰好年轻僧人捧水自照后也回过神 脚尖一点 略向江面 两人一触即散 一直所向披靡的风和尚竟然被白衣人一脚斜斜踏在光头之上 白衣人飘回东岸 每一次踏足泥地都是一声闷响 风和尚也跌宕回西岸 身形既像醉汉亮呛 又像戏子抖水袖 一踏之危 汹涌江水顿时一至 等到两人落定 才恢复奔逝 袈裟破败的年轻僧人毫不犹豫展开第二次渡江 白衣人不约而同跨江拦截 这一次后者一脚狠狠踩在僧人胸口 两人身敌整条大江便是一晃 在所有人眼中 好不容易认清面容的白衣人那叫一个鹦鹉俊逸 自然是那不出世的仙人 别看瞧着年轻 肯定活了百年岁月 无用和尚则是当之无愧披袈袈裟的魔头巨拨 今日注定是要磨高一尺到高一丈了 这一次各自在正邪顶点的双方后撤落脚点 几乎与先前一模一样 远观旁人根本难以察觉其中插持 白衣天人面无表情 根本不管什么是不过三的训语 那个曾经在烂驼山大日如来的僧人议事大秀招摇 略向大江之上 这一次脚踩一双破烂草鞋的年轻僧人议长推出 按在白衣人鞋底 这一次争锋相对 两人身后都出现肉眼可见的一层层气云涟漪 僧人身形坠落 草鞋在江面上倒滑石杖 直直飘回岸上 白衣人倒退速度稍缓 只是僧人站在了灵水岸边 白衣人的落足点就要超出前两次 此消彼长的情形 让看客忍不住一阵揪心 难道是到高一齿磨高一丈才对 僧人低头看了眼随手编织的草鞋 让人匪夷所思地开始发呆 高手生死之争 往往就在毫离 这个疯疯癫癫成天吟唱无用歌的家伙是不是急着投胎去了 还是说根本没有将那位白衣天人当作死敌 果真如他所唱 天地都不入他眼 好在白衣人没有让看客失望 三次后退 没有半点疲态 这一次不再一步跨江 而是跃到了江心 脚尖一波 挑出一道水桶粗细的水柱 水剑灵力前刺 人随剑后 破草鞋破袈裟的无名僧人轻轻抬头 抬起一臂 大袖遮守 所掩覆一手劫密印 那道水剑凶猛撞击在僧人仪仗之外 便像是以卵及时 轰然碎烂 绽放出漫天水花 白衣人竟是知难不退 更是以降魔印去破僧人秀腹首印 双印僵持不下 白衣人抬脚就是一记鞭腿 僧人洒然一笑 任由一腿扫中脖子 身形在空中颠转 落地时已是家夫坐 手指弯曲截环如银 妙不可言 白衣人似乎动了真火 第一次生冷出生 一掌拍向僧人那颗光头 五字射大轨 僧人再次硬抗一掌 家夫依旧 身形旋转 旋入江面坐定 江水滚滚南下 我自拂水窥然不动 白衣人退回年轻僧人坐地处往东一掌 右手往上一提 江水被硬生生拔出一柄水箭 曾经在敦煌城跟邓泰阿以剑对剑的他朝那尊人间不动冥王当头披下 水剑折断 不知是那烂驼山圣僧还是那魔教刘松涛的风和上半身陷入水中 换作面男儿卧 右手之仪 欲发安详如意 他得了大自在 可轻度江的江面已是炸剑其水珠万千 兴许是嫌那帮隔岸关火还要一惊一炸的看客太过呱躁 在北蒙一路杀到北蒙女帝和拓跋菩萨跟前的洛阳随手一挥 颇雨如颇见 五六十人不出意外就都要无一例外暴毙当场 一名身穿武当道袍的年轻道人长途奔走 总算堪堪赶上这场杀鸡重重的泼雨 站在看客与泼水之间 双手画圆 将所有水珠都凝聚在双手之间的大圆之中 变成一个几乎等人高的水球 然后推入滚滚流逝的江水 洛阳皱了皱眉头 那年轻道人却没有跟这位白衣人言语 而是对那个趁空缓缓起身的风和尚说道 清风有用 为我翻书 昆仑有用 我去旧山 青草有用 我知荣枯 参禅有用 但求心安 大江有用 一瓢解渴 日月有用 照我本心 我在此地 我去去处 看似胡言乱语 这武当道人终归是对风和尚的无用歌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不曾想那僧人站起身后 眼神不再浑浊 清澈如全 双手赋于身后 一坐一站之间 容貌已是眨眼便有时促年变化 年轻僧人变成了中年僧人 先前的懵懂迷茫 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悲逆天下的雄魂气态 这一刻的刘松涛才是巅峰时的魔教第九任教主 站在江面之上 瞥了一眼年轻道士 转而正是白衣洛阳 轻笑道 当下的江湖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记得当时在天下剑林一只独秀的剑仙魏曹 不知死活遇见逐鹿山 刺了我腹部一剑 我就还了他一剑 刺入他嘴中 挂尸山顶 这样牵连出来的仇家 实在是太多了 可当我最后一次行走江湖 很少碰上勉强撑得上势均力敌的对手 那样的江湖 死气沉沉 现在不一样了 洛阳只是抱以一声冷笑 刘松涛低头看了眼袈裟 陷入沉思 摇了摇头 刘松涛抬头笑道 想不通也无妨 既然真真切切记起了是谁 总不能白来一遭 我也不管你是谁 你既然要拦我 我又不知道何时会失去清醒 要不然咱们打革赌 赌我能否前去东方三百里 你输了 我刚好去逐鹿山 我输了 你就是刘松涛之后的魔教教主 洛阳平静说道 你要是藏藏叶叶 别说三百里 三十里你都走不出去 他身后远处浮现一尾赤色大鱼 里身龙须 刘松涛哈哈大笑 抬手一招 从一名看客腰间借来一柄剑 横剑在胸 屈指一弹 声响不在身前 而是从九霄传下 世人只知刘松涛是滥杀无辜的魔头 向来喜好徒手杀人 只有一人知晓有剑和没剑的刘松涛 天壤知别 说来好笑 那一代江湖 连同魏曹在内 好歹出了五位陆地神仙 我出关之后 竟是无一人值得刘松涛出剑 刘松涛望向三百里外逐鹿山 眼神温柔沉醉 你说要亲眼见一见见仙的风采 我来了 那一次是晚了六天 这一次是可能晚了整整百年